今天要给您分享的这篇文章 题目是 女人易犯的这个致命错误 是感情不幸的开始 恋人间最佳的心理距离是多少 深夜群里有姑娘发了这样一段话 许得教训 除非你打算分手 否则千万不要轻易去看她的手机 表面上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是啊 不知多少花好月圆的情侣和夫妻 前一秒钟还是浪漫甜蜜 智商为零的恋爱脑 后一秒钟就被对方手机里的秘密 逼到了崩溃边缘 变身福尔摩斯目光如炬 挖掘出过往的种种疑点 你有权要求对方对你百分之百坦诚 毫无保留吗 当然有的 你需要安全感 无法接受对方有太多的保留 而你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亲密关系本来就该是忠诚专一的 不是吗 对方有权拒绝你吗 当然也可以 她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而不是像连体婴儿一样 完完全全失去隐私 这同样很合理 毕竟谁都需要保持一定的自我 并不是你太作或者对方太渣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 不同的舒适距离决定你在关系中如何进退 认识一个男生 聪明有趣积极向上 然而一聊到感情问题 马上就郁闷了 她说前后谈过四次恋爱 全都是从异地状态开始的 相隔几百公里 每天固定时间 有微信聊一会儿 放假去探望对方几天 她就觉得很愉快 很满足 她绝对专一 而且隔三差五会在朋友圈里 秀秀恩爱 放很多聊天截图 一波一波地撒狗粮 异地恋还能保持这么高的年度 简直羡煞旁人 可是一旦两人结束了异地状态 来到同一个城市 过上稳定的生活 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她失望地发现 那个独立精致有个性 近乎完美的女神 竟然会因为她加班 当务约会而斤斤气笑 会宅在家里 连续好几天不洗头发 会喋喋不休地抱怨 工作上的不顺心 会拿她和别人家的男朋友 做对比 会有意无意地偷看 她的短信和电话 之前 所有对理想爱情的设想 全都在现实面前出了交 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是逃避 假装加班 假装出差 假装和哥们出去玩 尽可能缩短 一对一相处时间 而结果往往是 对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终于心灰意冷地离开 而她又心有气息 试图挽留 几番纠结 循环往复 耗尽了情绪和心理 身心俱疲 她叹气 感觉伤害了对方 又实在没有办法自我妥协 亲密关系中的许多恐慌和伤痛 其实是因为 双方在距离感问题上 需求存在差异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忽冷忽热 她觉得她 黏人的样子又可爱又可怕 两个人好像永远不能处于同一个频段上 她爱怨 我需要你的时候 为什么你总是不在 她吐槽 我想一个人清静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肯放我一马 其实每个人都在心里设定好了一个舒适距离 有的人愿意共享所有的账号密码 每天和另一半形影不离 有的人不介意偶尔被对方查稿 但希望保持基本的独立和隐私 彼此社交圈最好不要完全重合 有的人想要更多的自我空间 从银行账户到社交圈子都互不干涉 当双方设定的舒适距离不一致 心理安全区遭受冲击 矛盾便会产生 大家都希望借着爱的名义 把对方拉到自己的舒适区里 而不是主动的去适应对方 在距离感问题上 所遭遇的挫败 往往能促使我们 引申出更多的限制性信念 比如我不适合谈恋爱 我太黏人一点出息都没有 我总是遇到伤害我的人 我在感情中是得不到幸福的 这些令人心灰意冷的信念 又会衍生出更多悲剧剧情 为什么我们总在玩 追逃的游戏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 那个根深蒂固的舒适距离 最初是如何被设定的 它源于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 我们在人生最初的那段时间里 所经历的心理阶段 叫做共生期 共生期里 婴儿和妈妈是一个融合体 相互依存 不分彼此 完全没有独立和隐私的概念 那是一种平和温暖的状态 有着足够的包容 接纳和滋养 但是过度亲密也带来了 过度干涉和介入 当婴儿渐渐长大 母亲可能仍然无法尊重 她的独立性 试图包办一切 让婴儿失去了 心理成长的机会 另一种可能性 是在共生期里 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爱和关注 于是一生都在苦苦寻求着母亲 试图和另一个人重新 建立起母婴般的共生关系 比如郑爽 那个总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里的姑娘 可以为了张汉 不惜动刀整容 为了能留住胡彦斌 不惜无底线包容她的花心 就为了换取更多的关爱 而一旦感情出了问题 她总是弃工作和生活而不顾 仿佛天塌下来一样 对郑爽文来说 爱情就是为得到的好的母婴关系不长 她以前有多失望 现在就有多渴望 第二个心理阶段 叫做反依赖期 三岁到五岁左右 许多孩子自我意识开始爆发 想要离开共生关系 独立探索世界 寻求自我的边界 共生满足了依恋的需求 却无法使人拥有自我 而反依赖期 正是接触这份精神饥饿的时期 我们开始反叛父母 思考我是谁 我想要什么 我可以做到什么的问题 生命早期经历过的心理剧情 常常在亲密关系中重演 在一段关系的刚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会首先进入亲密无间的共生状态 但这样高年度的感情 至多持续三年左右 一方或双方便开始撤退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拿回到自己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纠结着 他对我的感情是不是变质了的原因 此时沉浸在共生期剧情里的人 会把舒适距离设定成不分你我 认同反依赖期剧情的人 则会把舒适距离设定成 要有个人界限和空间 前者属于焦虑型依恋 渴望安全感 最害怕被抛弃 每一次不被及时的回应 都仿佛被独自扔到了喜马拉雅山顶上 一样绝望 只有和对方心里凝聚离时 才能多一点点安心 他们会不断地向对方求证 追问那些经典问题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他们会摆出一副 要为对方付出一切的姿态 后者则属于回避型依恋 渴望自由感 最害怕被吞噬 对他们来说 我想静静并非说辞和玩笑 而是非常重要的需求 如果一段关系 要以失去自由为代价 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距离 那宁可不要 面对所爱的人 他们同样会一味地逞强 反复强调 我一个人很好 不需要那么多爱 要么辛苦地追 要么慌忙地逃 亲密关系 由此陷入死循环中 想要走出这个 有关距离感的困境 需要成长到第三个阶段 整合期 在这个阶段里 距离感的问题依然存在着 但我们无需使用生硬 恐慌或伤害性的方式 来表达需求 回应彼此 个人边界也变得更灵活 更有弹性 焦虑型依恋的人 在整个阶段都要学会 反求诸己 宁静曾在微博上 写过一句话 任何用危机感换来的安全感 都叫强求 20岁的时候 他因为害怕嫁不出去 而匆匆答应了一个求婚 虽然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并不爱对方 经历了一次次幻灭 在许多年后 他终于修炼出了 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勇气 即使单身 也能活得精彩璀璨 但你带着生死一线般的恐惧 向对方索取 对方是无法满足你的 即使他为了讨你欢心 愿意让度出全部的自由 把所有的秘密都向你公开 你依然会怀疑他有所隐瞒 安全感终归是强求不来的 只能自己慢慢培养 回避性依恋的人 在整个阶段要学会表达脆弱 表面上的刚毅 埋藏着更深的无力感 无力到不愿面对自己的弱点 无力到非要切断 和别人的心理连结 而真正强大和独立 在于外柔内高 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 内在力量充足 就比较能够坦然展示脆弱 而越是敢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越是能让自己内心笃定沉着 结束追逃的游戏 要点在于整合内心 走出过去来到当下 之前有个读者在我后台留言说 他理想中的亲密关系 是书庭吃香树里的那样 并肩抵挡风雨相互扶持 后来他恋爱了 他的男友也喜欢吃香树 希望两个人可以在这座一线城市里 奋斗扎根 共同经营未来 可他觉得男友一点也不体贴他 加班到晚上11点是常态 几乎没有约会的时间 各种节日纪念日都是一模一样的 红玫瑰和废列罗 对他的新衣服 新发型也毫无反应 本以为共同奋斗的过程 会让心越来越近 谁知道 却连恋爱都没空谈了 几乎成了陌生人 向男友抱怨 他满脸的委屈和不解 我努力工作 有什么错 他一口气欲解 在心口 又跑来问我 亲密关系中 什么样的距离 才是最理想的 这个问题不存在标准答案 你希望积极上进之余 再多点小情调 他觉得 先专注事业才是硬道理 这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 并且 无论你看过再多的爱情故事和小说 影视 也很难找到一种模式 可以被直接套用 因为你和他对舒适距离的设置方式 和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 可能相差甚远 对距离感的把控 自然有所不同 亲密关系中的最佳距离 要靠你亲自去觉察 沟通 最后找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觉察的重点 是锚定自己当前所处的状态 你是停留在注重亲密的共生期 希望双方有更深度的自我暴露 还是追求独立的反依赖期 并不想被24小时绑定 诚实地回答自己 在这段关系中 什么样的距离状态 是我当下真正想要的 第二步 是不带评判 预设和指责地 与对方沟通 既然彼此 对舒适距离的概念不同 那么 他没能 严丝合缝地 满足你的需要 也不代表他不爱你 或是故意让你为难 沟通的目的 不是一味地求同 而是让对方看到 你的真正感受 同时了解对方的核心需求 在呈现自我时 避免伤害性的沟通方式 如你完全不理解我的感受 你对我一点也不上心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将它们换成坦诚而温和的表达方式 我希望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 今天有点累 我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 清理一下大脑 在了解了双方心理需求 尊重彼此边界的前提下 可以按照自己需要 来商量出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 舒适距离的方案 比如 每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单独相处 以你们喜欢的方式 比如 周末不必非得一直腻在一起 可以有各自的日程安排 又比如 我不再突击查岗 但你适当的时候 可以主动报个平安 在关系中 寻找最佳距离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 实现分离个体化的过程 我们不再是年人或者叛逆的孩子 而是开始学着 以成人的方式来应对问题 圆融地解决矛盾 我们开始亲自去关注自己的内在需求 不再苦苦指望着伴侣 做到比我更了解我 我们的世界不再非黑即白 不再除了爱就是恨 不再那么容易掀起一波又一波 滔天的心理灾难 在电影《遇见你之前》中 有一句很有智慧的台词 你不能改变他们 你只能尽量去爱他们 接受人与人的不同 也接受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各自的弱点和执念 这个事实 真正聪明的女人 不说自己三件私事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什么样的夫妻 会比别人过得更幸福 更长久 底下众说纷纭 其中一人回答说 管得住自己的嘴的夫妻 才能过得好 细细想来 倒已情真意切 这家过日子 哪有牙齿不和舌头碰的道理 闹情绪无可厚非 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 就像是一个人 像另一个人的杯子里 倒水一样 无论你倒进多少 也无论那杯子里的水 溢出多少 只要拿杯子的人不松手 杯子就不会被衰裂 关于婚姻来说 从来都是需要去经营的 好的夫妻关系 并不是靠一味的付出 都是懂得对方的心理 能够真正和谐的夫妻关系 大多数都是能够管得住自己 懂得把握度 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不管再怎么爱一个人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独处的空间 过分地去打破那个局面 可能会适得其反 想要夫妻感情和睦 真的是需要花心思的 聪明的女人会懂得把握度 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不会随便跟别人说自己家的私事 所以女人想要夫妻感情好 就一定要把握度 关于这些私事 从来都不跟外人讲 一 自己的家庭矛盾 都说夫妻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的事 无论发生什么 最多家里的人知道就好了 如果闹得越大 可能就越难收场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些事情关上门就好了 自己处理 不要一味地去宣扬 或者向外人倾诉 可能会让别人看不起 更加让自己的婚姻 处于一种境地 看到很多夫妻之间有矛盾 都牵扯到外人 自己心里不平衡 于是在外面找入口 其实这是一种不明智的方式 感情是自己的 从来没有谁可以感同身受 可能对外人来说 他的一句话都是无关痛痒的 但如果真正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就不值得了 两个人在一起 再怎么相爱 都会有矛盾 有争执 成为爱人 就应该彼此妥协好牺牲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生活的一地鸡毛 就应该两个人去解决 家庭里的矛盾 夫妻之间的矛盾 婆媳关系 这都是正常婚姻关系里会经历的 外人根本无从插手 可能对你来说 就是一句简单的情愫 但有的人可能就添油加醋 会引起很大的矛盾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地理解你 自己的感情和婚姻 就应该自己处理 事情冷暖自知 对于女人来说 更加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要一遇到问题 就跟外人倾诉 寻求帮助 只有真正地懂得去体谅 才能保持长久和谐的关系 关于一个家庭的经济 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源头 这些事情大多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 尤其对于金钱来说 金钱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俗话说财不外露 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自己家里人知道就好 最好不要向外人提起 在这个世界上 人都是有攀比性的 动不动就喜欢和别人比较 尤其是在金钱方面 谁都想赢得头筹 一个家庭的收入的高低 可能在外人面前 这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 有钱的人自然是高高在上 看不上别人 没钱的人就会各种讽刺 这种情况大有人在 对于夫妻来说 最好不要跟外人提起钱的隐私 容易被别人抓住 指指点点 要知道 钱是最容易引发战争的 有钱是女人之间 最喜欢拿自己的老公和别人的笔 显示自己的优越感 这样就更容易激发矛盾 聪明的女人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 告诉外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 如果一味的险材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货端 有人就会惦记 通过和你们之间的感情去借钱 而钱这个东西借出去了 换回来就难了 为何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自己的经济呢 其实真正和谐的夫妻 他们越低调 不会因为钱的多少去引发什么矛盾 而是更多的注重自己的生活 三 自己老公的缺点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人无完人 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就算是再优秀的人 他也会有自己的小毛病 时间久了 可能毛病会显现出来 那么夫妻之间就应该做到包容 无论对方怎样 这始终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一味地去宣泄 要是让外人知道 更多的是丢自己的面子 别人只会指责你老公怎么样 来打压你 这无非就是一种变相的攀比 作为女人 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轻重 很多时候丢的是自己的人 一个聪明的女人 应该要念得对方的好 而不是一味地把那些缺点挂在嘴上 这样感情容易受影响 既然选对一个人 就应该包容他的所有 不然结婚有什么意义 多给对方一点包容 保留一点秘密 可能对方会更加爱你一点 爱都是相互的 你的包容自然会换来对方的珍惜 要想夫妻之间感情和睦 就要懂得去夸赞对方 而不是一味地抓住缺点不放 好的感情从来都是懂得赞美的 好男人都是夸出来的 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一个只会对对方挑毛病 不懂得看到对方优点的人 又怎么会感受到爱和温暖 婚姻又怎么会美好呢 爱都是相互的 无论夫妻之间遇到什么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两个人自己去解决 而不是涉及外人 那样更加不好收拾 好的感情都是经营起来的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没有谁的婚姻天生就幸福和谐 靠的是彼此的包容和理解 那么女人可以把握度 知道如何去经营感情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管好自己的嘴 自然婚姻就会越来越幸福 许多种